哈喽大家好,我是Ruby,前几天看了一部关于网络色家的恐怖片《好有请求》,哎妈,老瞎眼的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说的是啥呢 开始咱那个女主角大门妞 在他们学校和这个Facebook上啊,都可以称得上是风云人物 这个男友帅,女友嗨,一天到晚拍拍拍啊 是拍拍拍,不是爬爬爬啊 然后呢,有一天这个自带孤独寂寞冷气场打扮的这个星秀老仙出场了 星秀老仙,法力无边 女友说每次躲到大门妞身边,那羡慕的眼神,你就知道她不是个善茬啊 然后有一天,她就给这大门妞发了一个好友请求 看了她主页上的一些东西呢,这个大门妞的室友胖妞给予了很中肯的意见 这丝好伤了得,我看还是少招惹为妙 可是大门妞说,我就先跟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方格的,然后就通过了 哎呀,这一通过可不得了 这个星秀老仙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她的好朋友了 每天就各种的那个信息骚扰,整着她晚上,然后睡觉都开始做噩梦了 然后她们就重新打开老仙儿的主页 越往下拉,越发现她这主页的内容啊,越是重口味 大门妞也觉得这个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有点太魔化了 哎呀,这是一师如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掉分坑啊 众姐妹,这可如何是好 胖妞说,好,虽然平时有难的时候我都说什么冰来降挡,水来我喝 但是这个老仙儿呢,确实有点狠,你不能和她玩 另一个室友马甘儿也说,你这个生日啊,party也别请她来了啊 大美妞呢,思量再删,就忽悠老仙儿,说这个生日那天她就和她男友过 其实是和一群人,那你说你忽悠别人,你就不能忽悠个全套了 长得半大科技,还发合眼,那你能看不着吗 那老仙儿看完以后就默默运取了化工大法 第二天一上学呢,就找大美妞理论 按照剧情的走向呢,我们也能知道肯定是不能落好 而且教授中还把这老仙儿的头套给弄一下,这就更尴尬了 回去之后呢,看到这妞儿更病态的那种留言 大美妞就把她给删除好友了 再一下子给老仙儿给刺激了,而且直接就自杀了 但是他们发现这老仙儿的尸体找不到了 警方也找不到她任何的信息 这晚上大美妞睡觉,突然在Facebook上就给她发来一段视频 里边是老仙儿在火中上吊自杀的视频 她和她男友怎么也关不掉 而且里边还说,要让她感受一下孤独的滋味 第二天自己的主页也自动发送了这段视频 她所有的好友都看到了,她怎么删都是提示错误 警察啊,学校啊,都来问她怎么回事 但是大美妞就有一点好资源多 她身边有个暗恋她的这个理工男,帮她看了一下了 发现这个网页代码啊,还是要带诅咒符文的 哇,她,看到这儿啊,我真是为这个理工男深深地捏了一把汗 现在这他妈鬼儿磨的,想害个人都得学代码的啊 你说咱们还有啥借口不努力啊 真的,我都能脑补出来 这鬼啊,大晚上不睡觉 人家点灯熬油的看着一本本C++C语言 头悬梁追尸骨 这就是赶上新世纪了 我跟你说,要是旧舍规 还得加个着地借骨王,太差了 紧接着大美妞身边的朋友们啊 一个个就开始遭殃了 首先这胖妞的男友小胖胖 就看到一群黑风和各种妖魔鬼外吧 最后就脑瓜子撞墙自死 胖妞呢,也因此受了刺激,住了医院 她还说这一切都是大美妞的原因 是她令她们遭受到了这一切 跟大美妞说,姐妹你离我远点啊 老仙儿法力确实无因 我惹不起,我还裹不起吗 而且大美妞的主页呢 也继续发布了这段视频 这个理工啊,又出来为她讲解一下 说这个黑风古时候就跟着女巫 在她们身边保护她 他们俩后来就找到了老仙儿的住处 发现了一个照片,显示出一个地址 这大美妞呢,就去问了一下情况 这个老师说,老仙儿在这个孤儿院 以前过得不太好 经常受人欺负,后来不知道咋了 当初欺负她那俩熊孩子就突然就死了 而现实里呢,这胖妞也挂了 她回去后呢,这个理工男说 这老仙儿死的时候 其实不是单纯的自杀 而是一种仪式 道具呢,是一种黑镜 过程就是点燃自己 然后上吊自杀 如果要阻止她 方法好像只有找到原本的那块黑镜 就毁灭她就完事了 当初老仙儿自杀的时候用的那个黑镜 就是她的笔记本电脑 看看没,多么与时俱进 而麻干这边也受不了了 压力太大了 那大美妞心的大家姐妹一场 是不是,你这一走 我不得送你点东西抚慰一下子 要不你先别走 咱俩再观察一下呢 再麻干说 不行,姐妹 你也不用说啥礼物了 你来首歌就行了 啥歌啊 我送你离开 千米纸 当然了 她还没跑呢 也就挂了 没招啊 就是大美妞呢 就和这理工男一起去找 那个当初老仙儿出生的地方 二年前一场大火 烧的啥都没有了 进去后呢 看了一圈 发现真的啥也没有 但是刚才还互帮互助 团结友爱的这个理工呢 突然就给大美妞一刀 他说如果你死了 他就不能让你感到孤独 你身边的人呢 就不用死了 但是呢 大美妞是主角 是不是 异于常人 他被捅了一刀后呢 跑得比那个吃戏分剂的动快 还脱离了魔杀 后来呢 他就找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老仙儿 当初真正自杀的地方 就通知了他男友 没想到 他男友其实当时 已经和理工在一起了 所以他男友刚到的时候 刚给他一个爱的拥抱 就被理工给报销了 但是理工最后也没成功 被一群黑方给带走了 后来大美妞当然 也没有破解诅咒啊 而是变成了老仙儿的传人 寻找下一个目标 全篇就结束了 还是那句话 缺理科的同学 确实是不容易